这是我的车 我们在拍影片 你们在拍影片 我们在拍短片 警方获报有人 接头凶狠砸车 赶紧现场只见十多名年轻男女 在修车场外围着轿车 看到大批精力也都吓了一跳 我这车要报告 有一种狗呢 觉得有人在冲事群 没有啦 频频解释车主更跳出来 赶紧全清没有闹序 只是为了舒雅 完全无容一场 我好像看到说十几台 那警车过去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轿车挡风玻璃 车窗整个碎裂 车头严重 凹形变形 适发就在台北北头区 大渡路一段 原来黄信车主因日前车祸 车辆毁损 考量老车不想再花钱维修 干脆邀约朋友 在认识的气球场外 砸车发泄拍照留念 但没想到这样的举动 让目击民众撒坏报警处理 警方更出动30名警力到场 车主为了输压杂爆飞车意外引发警方关注 索性指数乌龙 警方后续也进行劝导 就怕如果民众误会又报警浪费社会资源 记得长辈资状有此参访不懂